非常谢谢沈老师开始的非常清楚的解说 那现在大家看得到我的投影片跟我的laser point吗 可以很紧可以谢谢 好那大家好我是辉婷 那很高兴今天大家利用周末的时间在世界各地上来听我的分享 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逆转阶级复制 为文化与经济不利生开一扇启蒙的窗 那首先还是不免俗的要稍微的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的背景其实是做生物医学研究的 然后我的本业就是是做研究 那研究的主题主要是癌症的放射线治疗 还有量化分析的生物医学研究 那这个不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重点 但是待会再讲我在NGO服务的过程之间的课程内容的时候会稍微提到 那接下来就要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的NGO参与的经验 那最早在台湾的时候 我在Teach for Taiwan为台湾而交做过一年的后勤团队的实习志工 那当时我服务的组别叫校友发展组 Alumni Development Group 这件事情对我后续的NGO的探索影响蛮大的 就是大家如果有听说过的话 Teach for Taiwan它主要的业务是帮助台湾偏乡的小学去招募一些老师 然后去找不到老师的学校会透过Teach for Taiwan 然后去找寻原本非教育专业背景的同学 或是社会的青年们进入偏乡做一个两年的服务 然后去完成对于自身而言的一个领导力训练 然后同时酬入一些教育的服务 但是我当时的组别它是做校友发展 也就是说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对内的 就是对于这些Teach for Taiwan进入偏乡的校友 所以在服务的过程之中 我就是协助帮忙查找了许多资料 然后做了不少的功课 看看国外在这些社会创新或是教育创新上面 有哪一些突破跟可能 所以这也影响了我后来出国内博士班之后 有继续找相关的领域的NGO去做一个实践 那当然因为我在Teach for Taiwan的服务 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 所以现在怎么样的情况 我其实没有很清楚 然后所以接下来的部分 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主题 今天分享的主题 主要的部分是我在英国的服务 在2020到2022年的期间 我在英国的菲尼组织The Brilliant Club服务 那我服务的角色有两个 第一个角色呢 是今天分享的内容的重点 是The Scholars Program 我把它翻译为学人入校课程的老师 那这边我服务了比较多个学期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我担任过半年的 National Tutoring Program的导师 那National Tutoring Program就是 在COVID第一波疫情的时候 因为非常严重 所以很多的中小学 最后都是突然停学了好几个月 所以半年过去之后 英国政府用国家的资源 去发起了一个家教计划 透过各个教育的相关的组织 去大量的招募老师 帮弱势的孩子做补救教学 那如果对这个内容有兴趣的话 我在报道者有一篇文章 标题就是 另类的疫情受害者如何救治 就是大家可以再去阅读 然后今天第一个部分 是讲我的Breatham Cup服务的经验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我现在的part-time的角色 是在XSAT 一个国际的非力组织 当台湾的专案的一个远端的顾问 这样子 好 那今天开始之前的disclaimer 就是所有的分享内容 其实都是我的个人经验和观点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 意见或是批评的话 也欢迎在会后的时候 就是提出来讨论 那主要会分成两个部分 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个部分是讲 我的英国服务的经验 就是博士生和教授 走入社经条件弱势的社区中学 可以翻转阶级复制吗 然后第二个部分 是讲这样的系统在台湾可行吗 主要介绍我目前和国立中正大学 一起合作的尝试 好 第一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 作为一个科学家 就是一些background 就是我看见的高等教育不平等问题 其实我觉得在座的各位 就是今天 有上来的各位研究的伙伴 不管你做哪个领域的研究 大家可能都会有看到一些 高等教育不平等的问题 比如说高等教育的商品化 然后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我们知道学历是相对是通膨 是贬值的 但是在许多产业里面 他仍然需要这张学历 作为进入这个行业的入门砖 还有在西方 在欧美国家 尤其是英国 还蛮严重的情况是 越国际化的大学 他其实有越高的学费 尤其针对国际学生 他的开出来的学费 通常是本地学生的好几倍等等 然后所以在这两个很根本的 情况的背后 就会变成 其实大学高等教育变成一个中产阶级 或是富有阶级 他完成阶级复制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但是对于社会经济条件相对弱势的孩子 或是家庭而言 从前高等教育扮演的阶级逆转的一个场所 一个角色的一个功能就开始慢慢失去了 然后第四个问题呢 是大学的角色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辩论 就是大学究竟要不要是一个职前训练所 还是它其实要是一个生产知识的殿堂 因为我们知道大学这个角色 其实是从中世纪的时候 原本是教会的人开始讲述一些神学 讲述一些这些道理而来 所以从前从前大学是生产知识的殿堂 但是到工业革命到近代之后 一般对于社会大众而言 他们会期待大学至少或多或少扮演的 职前训练所的角色 所以大学在自己的定位上面 他需要有一些income 他需要有收入 需要有招生的压力 所以他会有很多的策略性的调整 但这些策略性的调整 当他某种层面上 越来越去回应社会对大学的期待 跟需求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会投以 很大的社会的主流的眼光进去 那投以主流的眼光进去之后 包括他的升学的制度 然后入取啊毕业的门槛 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对于 经济社会条件比较弱势的学生来说 他是越来越不利的 那最后一个是比较有趣的观点 是毕竟我是一个做生物医学研究的人 所以我平常在校园里面 经常遇到的学者或是同学们 都是理工科系为主的 但是我做side project的教育project的同时 我又有很多机会可以跟社会科学 或是教育学院的老师或是同学们做交流 我发现这些人在许多的 对于教育的价值观的想象上是蛮不一样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倾斜 其实会一方面回应到 大学的角色到底是职前训练所 还是生产知识探索知识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之外 另外一方面他也会回应到 他面对于弱势的孩子 他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那他们觉得怎么样是对相对弱势的孩子最好的 他们出发点其实是蛮不一样的 好 那在讲完这些背景之前 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 想带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文章的分享 好 这个是一个报导者的文章 但他其实最早是来自台大的林明仁老师 和他的团队的研究 然后被报导者做了一个视觉化的报导 然后标题叫做教育能翻转人生吗 高教的反向重分配现象 那我没有要带大家细读文章 主要要带大家看几张图 那第一张图形 第一张图是这张图 它叫明星大学学生的家户所得分布普遍偏高 那Y轴是学生的家户所得 那X轴是大学分别有台大 台湾前五名 前十名 前二十名 公立大学 一般大学 跟私立大学 那其实这就是新闻媒体上面 还有大众舆论里面 很常讲到的就是都是一堆台北人在念台大 还有国立前段的学校 他家户所得 学生的家户所得普遍比较高 那这件事情他们做了研究统计之后 发现事情真的是长这样子 没有错 然后所以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家户所得 跟你能不能进入的学校 呈现一个相关性的一个曲线 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呢 富人小孩进台大的几率是穷人的六倍 这张图的Y轴是就读台大的比例 百分比 那X轴是所得的百分位数 那所得的百分位数 假设是70% 意思是你家的家户所得 拿100户人家来比 你大概赢过70% 其他70户的人家 叫做70%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高等教育的不平等的问题上面 当你的家户所得 在全部的人口 大概60% 70%左右的时候 那你可以进入台大的比例 相对于 其他后段的 家户所得背景的孩子来说 你可以进入台大的比例 大概就是两倍以上 甚至如果你家的家户所得是 90或是100%的话 大概是五倍以上 那这张图的背后呢 有一些相近的类比 包括子女前20名大学的比例 然后前10名大学的比例 还有前五名 这张是前五名 更正一下前五名大学的比例 前10名大学的比例 跟前20名大学的比例 其实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倾斜 所以这也是导到 为什么我在今天下标题的时候 没有在标题直接点出 弱势学生 因为当我们要回应的问题是 高等教育不平等的时候 其实你挑选的孩子 跟同学的族群 大概在社会的平均值左右的时候 他的介入的策略 就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为其实有这个资源的倾斜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 都需要给他更多的刺激 去让他有更多的资源 跟机会往前面的学校 或是一些管道去进去 好 那另外呢 最后想在大家 带大家看两张图 这张图我常常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资源较多的学校 学生经济背景也较佳 那Y9是台湾各个大学 平均每个学生分摊的 教育支出的资源有多少钱 那每个学校的呢 学生家庭月收入的中位数 可以看到曲线的右下右上角 就是台大阳明 还有常见的成大清大交大正大 都是普遍在 就是右上角的部分 也就是说这些地方 他不仅学校的每个学生 得到的资源比较多 这些学生原本的家庭月收入 他也就是比较高的 那最后呢 这张图蛮有趣的 但是我想用一个 我自己诠释他的方式 跟大家做分享 这张图叫做高所得 家庭子女进入私立大学的 比率较低 那这张图的Y轴是 所得百分位数 X轴是不同收入等份 就读公私立大专业校比例 那怎么阅读这张图呢 举个例子 假设今天的所得百分位数是50 代表你家的年收入所得 大概是平均值左右 那假设你是这样子的 家庭出生的孩子 你大概有25%左右的机会 会就读公立大学 那你大概会有15% 20%左右的机会 没有注册 就是要么没读大学 或是你的data 没有被追踪到等等 那接下来你有60%的机会 会去就读私立大学 那我自己诠释的方式 是另外一种模式 是看绿色这个圈圈 绿色的框框是 各百分位未注册的比例 换句话说就是 离开了这个体制 离开了这个系统 或是休学 没有念大学的人 但这些人在哪里最少呢 这些人在所得百分位数 接近90到60左右的地方 是最少的 换句话说就是 如果你是来自中产阶级 背景的孩子 其实你是最知道 社会的规矩 这个游戏规则是怎么运作 你是怎么被社会期待着的 但是在这个同时 你也是最少有机会 或是最少有勇气 去跳脱这个cycle的 因为你会知道 你会有一些焦虑 可能是长辈给你的 或是社会期待给你的 或是你从小生长环境给你的 就是你的焦虑是 你需要达到一定程度的 社会投影的眼光的标的之后 你才可以完成阶级复制 你怕的是 你可能离开了这个体制 你会丧失一些东西等等 但是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会对于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教育不平等会有一个 很大程度的恶性循环 因为中产阶级的同学跟孩子 在他长大成人的过程 他如果一直就是处于这种想法的话 他最后会 当他成为家长之后 他也很容易用一样的逻辑 去思考下一代的阶级复制 所以会加注整个 资源不平等倾斜的恶性循环 前面是我的背景介绍 回到我自己的经验 在英国 所以我们这个组织 这个系统到底要服务哪些孩子呢 在英国有一个统计 根据英国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的统计 如果你来自家庭收入 社经条件地位 前25%的家庭的孩子 每四个人有一个人在18岁那一年 可以顺利的进入 highly selective university 那这里的highly selective university 它怎么定义呢 它定义的是 他们统计英国所有大学的 大学部的申请 如果大学部的入学的录取率 低于三分之一的学校 我们叫做highly selective university 有常见的Russell League的学校 加上好几间 比较有名的在地的英国学校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是来自社会经济条件背景 后25%的家庭的孩子 每50个人只有一个人在18岁那一年 有机会进入这样子的学校 所以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教育不平等的差距 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在英国我们的组织服务的对象 服务的中小学生 要符合三个条件的其中一个 第一个是你在学校有受领营养午餐补助 或任何形式的补助 第二个是你的父母都没有念过大学 也就是说如果将来你进入了大学 你将会是这个家庭里面第一代进入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 那第三个呢 是他们根据一个IDACI的指标 叫Income Deprivation Affecting Children Index 那这个IDACI的指标 它其实背后有很多不同的factors 不同的因子 那很大一部分的因子是 这个邮地区号 这个区 这个乡 这个镇 它的加户平均的收入的所得 所以我们可以比较概括的去把它看成一个 经济条件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居住的户籍地 你的这个区域 它是全英国的后40% 这收入的一个区域的话 那你就符合这样子条件 就是普遍被认为是资源相对平庸 或是相对不足的区域 好 那我们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 解决的方法叫做学人入校课程的Scholars Program 那白话文就是它简化各个领域的专业研究 然后把它设计成适合中小学生程度的专题课程 然后由平日从事研究的学人们进入学校 带领他们做一个为期七堂课 为时一个学期的一个课程 希望给他们一些启发 然后希望他们有朝一日可以进入优质的大学 然后去翻转人生 那主要我教过三套课程 那可以这边简单的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组织在英国服务的年级段比较广 所以从小学的高年级就有了 那小学的高年级跟国中的阶段呢 是我们叫做Predesign Program 也就是比较基础的课程 由各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去做提供 那你是透过面试跟培训之后 合格的一些学人 你想下去教 你就可以从里面选择你比较符合你的专业背景的课程 他没有太多严格的限制 因为对于这些平日的博士生 或是博士后研究员 或是教授而言 教这些国中国小的知识是相对简单的 所以我教了国小的课程一次 叫做How many engineers does it take to make ice cream 简单来说就是 在讲制造冰淇淋过程之中 他需要哪一些原料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数学计算 或是一些简单的 可能是食品科学的知识的介绍 然后同时带他们去思考 你今天去超市买到一盒一盒的冰淇淋 那这些冰淇淋它背后是怎么样做的 它要量产那么多的冰淇淋 它需要哪一些的人员 你需要哪一些的工程师 可能要做怎么样的流程的设计 去产出这些东西 去带他们去思考一些 比较广泛的一些职业探索 跟engineering 还有food science有关的一些领域 那第二套课程就是国中生 国中生这个东西就已经比较专业一点 它叫做illuminating the body 照亮你的身体 那这个刚好是我博士班同样的系所里面 另外一个研究团队设计的课程 那这个团队其实是一个 医用的光学仪器的团队 所以他一开始他们主要做的东西 是血氧侦测的仪器 然后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是简化 把所有的数学都拿掉 作为一个很简化的概念 比如说一开始你就会教国中生 他们常用到的光学原理 包括反射啊 折射啊 散射啊 穿透啊等等 然后我们拿一些小熊软糖做实验 因为小熊软糖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你照不同的光 你就可以看不同的光谱的吸收 然后散射反射的情况 你可以做一些观察 然后到这里小朋友们就会理解 所以我使用不同的波长的可见光 然后去照到不同的颜色的物质 它会产生出不同的特性 当他们理解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后 他们就可以理解血氧侦测仪式怎么设计的 因为血液中我们有动脉 因为它充满了氧气 它是鲜红色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有静脉 因为它使用掉了氧气 所以它会变成暗红色的 所以这之中呢 它有颜色的改变 所以当我们选择适合的光谱的波长段的时候 那你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你就可以量测到血液中的氧气的浓度 然后这样子去带他们去做一个专题的科学介绍 然后最后呢 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设计一个血氧仪 给一个运动选手 然后会带他们做一些基本的一些材料的讨论 那不会让他们自己做 但是会让他们写一个报告 去探讨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设计 那最后在高中的部分呢 其实是跟我自己的研究专长 放射治疗有关的题目 是我跟The Brilliant Hub 一起共同设计的课程 那后面会稍微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好 接下来部分跟大家分享 这套系统究竟是怎么样的运作 就The Brilliant Hub 作为一个费力组织 它主要的工作有两个 第一个呢 是面对大学端 它要负责鼓励大学去做这件事情 会跟大学说 你看今天现在高等教育不平等这么严重 你需不需要做一些大学的社会责任 然后大学就会觉得 好像蛮合理的 所以他就会去鼓励他们学校的研究团队 还有学人们去参与这样子的计划 所以同时他就会到大学里面 去做招募 招募博士生 博士后研究员跟教授 去做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呢 有兴趣的公立中小学 他就会跟The Brilliant Hub 去注册 登记 申请参与这套课程 然后训练啊 面试啊 都通过的这些学人 就会在透过梅合之后 进入到中小学去做一个授课 那课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会有人文跟自然科学领域的课程 学习出的时候 小朋友们会有一次的大学参访 会在那里和我们碰面 那碰完面之后呢 我们会进到学校做一到六次 做六次的课程 然后每一到两周一次 那六堂课之后呢 他们被要求要缴交一份专题作业 那专题作业大概要是 1500到3000字的一个专题报告 那你比较像是一个科学的 专题式的方法的训练 所以你中间要有一些文献的索引 你要有一些问题的讨论等等 那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呢 就是总结课程 然后主要会带一些课程相关的 职押介绍 然后带他们去做更多的职押探索 好 接下来部分呢 是我在博士班的期间 我的学校是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所以它是在伦敦比较市中心的位置 所以我服务的学校 大部分是在北边跟东边 就是Greater London 大伦敦地区的北部跟东部的地区 好 那在这些学校里面 待会会稍微分享一下 我服务的一些小故事 那一开始的话呢 大家可能会好奇 我自己的研究是要怎么样的被设计成一套课程呢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架构 我们的设成设计方式其实有很多种 那我当时选择的方式是 以中为始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先决定了我最后的期末作业 要他们教什么东西 然后把题目定了之后 往回去推说 每一堂课我要教他什么知识 他才有办法完成这个作业 所以我的作业叫做The Benefits and Change of Specific Cancer Radiation Therapy 所以就是在最后的时候 经过一学期的课程 他们要回家找一种他有兴趣的癌症 我上课有提过了也可以 我上课没提过了也可以 然后去书写 在这种癌症的病人里面 你要做癌症的放射治疗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挑战 然后还有跟其他的治疗方式比 有哪一些优缺点或是能不能一起使用等等 就是做一个专题小论文的讨论 好 那究竟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堂课是一个癌症治疗 所以我们第一堂课就直接定义的问题 所以做一个简单的癌症的介绍 第二堂课因为我要使用的治疗工具是放射线 所以我拉出去做一个放射线的讨论 包括介绍什么是安全的辐射 什么是危险的辐射 什么是医用的辐射 那什么情况下被使用会是好的 是正常的 是不会危害人体健康的 那第三堂课的部分呢 因为癌症要被治疗 所以我们要确定到底是不是癌症 所以跟他们讲的是 医院里面有哪一些常见的诊断检查的方法 包括你会遇到哪些医事人员 会有哪些常见的检验 然后还有这些仪器 还有一些非常简单的背后的原理 然后第四堂课呢 要讲的事情就是 癌症的放射治疗 是非常概括性的去带他们走一个治疗的流程 然后顺便带他们认识 在过程之中可能会有哪一些工作人员跟角色的参与 那第五堂课是比较关键的部分 是一个scientific analysis 就是一个科学方法的介绍 告诉他们一篇好的小论文 好的研究报告里面需要有哪些东西 它的架构长怎么样子 它的索引 引用的格式要长什么样子 除此之外呢 我们是真的拿了两篇学术期刊的文章 然后只截取摘要之外 我们又把摘要去referencing 去写成更适合高中生读的版本 然后设计了六七个问题 然后让他们去做阅读 还有小组讨论 主要带他们认识一些操作变因 控制变因等等的科学条件 还有带他们认识 这些癌症的治疗好像每一天每一天 在医院里面都在进行了 那为什么还需要科学家去做研究 那原因是什么 然后背后想要改善 想要进步的东西又是什么 还有去讨论 为什么有些病人治疗会成功 有些病人治疗会失败 那如果是他的话 他会有想要什么样的方法去提出 去做一个改善 主要是带他们去做一些 平常一般的学科上面 比较少 比较少遇到的一些科学讨论 那讲完了课程的结构之后 对了 因为五堂课嘛 那五堂课完之后 他其实就会回去写一个 Draft Assignment 所以第六堂课的时候 是一对一的讨论 他就会拿着他的期末报告的草稿 来跟我做一对一的讨论 回去之后 他又有两三个星期可以修改 再去真正的去缴交他的期末作业 这样子就会是一整套的七堂课课程 好那接下来部分可以简单的分享几个有趣的故事 那第一个故事是 这个学校叫做Forestgate Community School 那Forestgate Community School 其实是我第一个in school placement 因为我刚开始服务的时候 其实是COVID的期间 所以是线上的 那这个学校 我第一次进到现场的时候 就是学校会有一个接待的老师 他就带我到了教室 然后我就看到班上的同学们 他们的眼光都是一脸问号 就是为什么今天来了一个亚洲老师 然后又很年轻 到底要教我什么 然后那时候学校的老师就跟我说 So you are the last piece of the diversity puzzle 就是没错 因为这个班上 在东伦敦的地方 他是早年的移民区 所以他有比较多的有色人种的孩子 然后也有蛮多的穆斯林的孩子 但是其实班上就是没有一个Asian 所以其实我刚好就是 一个最后一个diversity puzzle的角色 所以也是在那个情境之下 我就有跟他们说 我来这里是要教你们一些东西 但是同时很明显的 我是一个外国人 所以我也会从你们身上 学到不少的东西 就是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信任 然后我后来发现 这一个方式 it usually works 就是作为一个有口音 对于文化脉络 没有那么了解的一个外国的老师 这样是一个对我而言蛮不错的 和同学们建立一个信任的一个方法 然后所以这是第一个学校 带给我的蛮有趣的经验 那第二个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学校叫 St. Ignatius College 那很多笑话会说 其实很多老师最后只会记得 最优秀跟最烂的同学或是学生 那其实我自己的经验 好像也有一点类似 那这个学校真的要说的话 是我所有教过的学校里面 学习的动机跟成效 最糟糕的一个学校 就是整堂课很常会 有一半的时间都是闹哄哄的 然后假设我们课前的时候 设定了四个Learning Objectives 那其实下课的时候 大概达到两个就差不多了 就是因为学习风气没有太好 所以你要花不少时间 和孩子们建立关系 那陪他聊天聊一下 然后去做更多的时间上的一个消耗 但是对于课程的进度而言 他其实就会被一个牺牲 好那在这边呢 我想分享两个有趣的同学 一个叫做Collins 那Collins呢 他就是那种 大家所俗称的不太爱念书的孩子 那Collins他其实第一堂课的时候 是没有出现的 那他在下课前五分钟的时候 进到教室 然后他就坐下来 他就说Sir I'm here 然后他也没有要动 什么都没有要动 换句话说就是 他是进来点名的 因为他们学校的老师 有要求点名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 那你人有来 那就让你点名 那第二周第三周的时候 他也是维持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在过程之间 我有跟班上其他的同学闲聊 他们的意思是Collins 大概在大部分的课堂里 都是呈现这样子的状态 那到了第四第五堂课 他有比较早进教室 然后有把课本翻出来 但是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 也没有什么学习的动机 但是蛮感人的事情是 在第五堂课结束之后的两三天 我收到Collins的讯息 他说 老师我们是不是要教一个期末作业 那要写什么东西 这样子 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很明显的伸手牌 但是对于一个学习动机非常低的孩子而言 他其实他这样子的举动代表 他其实心里有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我在第六堂课的时候 就是一对一的专题讨论的时候 我有花了不少的时间 去帮他补足了一些 他前面缺乏的基础的知识 当然最后他还是教了一个 就是below average的一个水准的一个东西 但是对他而言 我觉得至少没有白白的浪费一个学期 他最后也有尽力的去完成了 非常基本的一个内容 那另外一个同学呢 比较有印象的是Franklin Franklin是那种班上很认真 上课会抄笔记 然后下课会问问题的同学 但是从他绞交的作业跟问的问题 还有回答里面 你就可以发现 他其实不是学科成绩表现特别优秀的人 然后在第六堂课 一对一专题讨论的时候 他问了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问题 就是他说 老师你好像教过好几间不同的学校 那我们学校跟其他的学校相比程度怎么样 就是对我而言 我会觉得这个认真的孩子在这所学校里面 他应该有一个体悟是他所处的学习风气 环境不是太好 所以他想要知道一下自己到底和别人相比程度怎么样 然后我当时想说他也已经是高中生了 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我就跟他说实际上呢 如果把你的程度放到别的学校来说 应该也是above average 算是中上的程度 但是实际上可以看到的 就像你观察到的 就是这个学校的学习风气 其实没有太好 那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不太知道 这样子的回复到底正不正确 但事情在半年之后是 我有收到Franklin的email 他说老师可以请你再给我一次 就是当时的期末作业的评语吗 因为我想要拿那个档案跟文件 去做我申请大学的一个资料 换句话说就是 其实我虽然在每堂课的时候 都会跟他们说 我教你们这个科学的题目 癌症治疗的题目 但是其实未来你们班上 大概是90%或是100%的人 最后都不会选这个领域 当做你的未来的职业 所以其实更大的程度是给你一个 建立一个科学的mindset 还有一个学习的方法 但是对Franklin而言 他或许是受到了一点点启发 他就有真的想要往 这方面的领域去做前进 所以对于一个教课的老师而言 这个部分是蛮感人的 然后最后一个学校呢 是Bridge Academy 然后它是相对于其他学校里面 比较接近市中心的学校 然后这个学校的老师 设计的方式也很特别 这个学校的上课时间 是一般正课的时间 而且这些时间呢 其他的同学是在上一般的学科 就是有点无聊的学科 然后这些同学 是被选出来来上这堂课的 从那个年级里面 各个班级挑选出来的同学 换句话说 他们有一个容易预感 就是他们是因为 学科成绩表现比较优秀 然后来 所以才有这个机会 来上这个校外老师给的课程 所以在这个班级里面呢 我问一个问题 会有四到五个人举手 然后就是每一个讨论 都是非常的热烈 跟非常的踊跃的 然后这个也是 我唯一一个班级 在最后期末的时候 我有问他们说 要不要来拍一张照 做个纪念 因为这边的学校 会有一个 safe guarding的一个规矩 也就是说 你要取得任何孩子的校像权 你要跟他们拍照 合照的时候 你都要取得每一个人的同意 所以其实我唯一一张 有跟同学们的合照 就是来自bridge academy 就是因为这个班级 对我而言 其实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这样子 好 那回过头来 大家其实很大的疑问 应该是这套课程 在英国到底 有什么样的具体影响 这是我们菲尼组织 在2020年 2021年的影响力报告 那在那个年度里面 我们服务了一千 我们招募了一千两百位的学人 在一千所左右的中小学 服务了一万五千名左右的孩子 然后他比较了两个组别 左边的组别是参加过学人课程的组别 右边的组别是benchmarking group 就是对照组 那这两个组别要有两个 一样的先决条件 哪两个一样的先决条件呢 第一个是他有matched GCSE attainment 也就是说你的GCSE的成绩要是一样的 GCSE是相当于台湾的国中会考试 国中生高中时候的考试 所以他们挑选的是学科成绩 表现差不多的族群 还有相似的social demographics background 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背景的族群 当你这两个条件相似的时候 参加过学人课程的组别 在申请这些前段的大学的动机上面 还有实际上拿到这些学校的offer的比例上面 还有最终顺利进入这些学校的 人数上面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那上面的数字的单位是百分比 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那在这个问题背后呢 大家可能会想问其他的问题 第一个常见的问题是 这些社会经济条件相对弱势的孩子 即便进入了前段的大学 他究竟能不能好好的适应呢 那很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像是台湾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一些弱势的同学 或是繁星上来的同学 他可能会有一些学科表现上的适应不良 或是一些归属感比较落后的问题 所以他们跟几个大学做了一个 初步的一个尝试 然后去做一些支持的系统 然后发现在三个指标上面 如果透过支持系统的扶持 这些学生在学业的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上面 还有学习的策略上面 还有对于大学的归属感上面 都有明显的提升 换句话说是这样子的系统 不是只有单单的把学生 引进这些学校就足够了 他背后还需要的事情是 看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去支撑这些孩子 让他不要中途就离开 或是就反而就是好像进去了 但是受到更大的挫折 然后又跌了一跤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也是一个很常被问到的问题 叫做 Does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help academy performance 就是因为在升学的考试阶段 他们还是有一般的学科的测验 那所以这样子的专题式的学习 到底能不能回应到 学科成绩表现的上面呢 好我们可以看这两张图 那先认识一下这两张图 代表什么事情 这两张图呢 左边这个主别是 在key stage 2之前 key stage 2是英国的国中 在进入key stage 2 进入国中之前 他有high prior attainment 他原本的学科成绩表现就比较好的人 他是左边这个圈圈 那右边这个圈圈是进入国中之前 他原本的学科成绩表现是普通的族群 那他这里看的是什么东西呢 他score 9 to 5 in math and english 那他们在GCSE的考试的时候 有一个类似我们说的积分的制度 如果你score 9 in math 代表你在数学的学科表现上面 你赢过了90%的人 那如果你score 5的话 代表你赢过50%的人 这样子 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在统计 你的学科成绩表现在军标以上 score 9 to 5 就是你至少赢过50%以上的人 的话呢 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 好 那我们来看结果咯 那蓝色的是一般的控制组 那红色呢 是一般的 就是有参加过我们scholars program的组别 所以发现这些学科成绩表现 原本就比较优秀的同学里面 如果你不参加这些课程 你的数学跟英文 还是在前段班的比率 大概是83% 那你参加过课程之后 变成90% 但换句话说 如果你原本的学科成绩表现是普通 你没有参加课程的话 你的最后数学跟英文是前段班的比例是31% 但是如果你参加过课程的话 你的学科成绩变成前段班的比例 会变成63%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子的课程 其实对于学科成绩表现普通的孩子 是最有介入的成效的 好 那到这边呢 算是我英国的一个经验分享的一个简介 然后如果对更多的内容 或是一些数据统据有兴趣的话 我在报道者有一篇文章 叫做如何逆转阶级复制 英国博士生教授走进中小学 提升弱势生的学历 那可以扫QMAR code 然后就可以读到更多的资讯 这样子 好 接下来部分 不好意思 接下来部分比较短一点 但主要是我跟国立中正大学的一些尝试 好 那在服务了几个学期之后呢 有一天我就跟我在的Brillium Club Manager提说 我觉得这个系统蛮有趣的 那如果你觉得我把这个东西带回台湾 可不可行 因为这个系统是从英国的Brillium Club开始发起的 从2010年开始 然后到今天已经做到每一年 有一千多位学人的一个规模 然后我的Manager就说 其实我们在2017年之后 他们有一些伙伴创立了一个Sister Charity 叫Access Ad 因为在英国有很多的研究员跟我一样 他其实不是原本就是英国人 所以他们就在参与了这条课程之后 把类似的想法带回自己的国家 那Access Ad 目前的总部是在南非 那做的最好的三个国家是爱尔兰 南非跟Botrana 那其中总部relocate到南非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背后跟南非的教育单位 有签上线 所以他们有更系统性的被支持 去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那在地图上有的国家都有 至少有一些初步的尝试 那主要呢Access Ad的任务其实就是在国际上 想要试图的去消弭高等教育的不平等的问题 那主要的策略就是这一套的Scouters Program 但是在每个国家里面会因为不同的脉络 去做一些调整 好 那所以很幸运的在跟Access Ad的mentor们 讨论了半年之后 他们给了我一个算是授权的权利 就是让我去台湾找合作的对象 然后跟他们用一个partnership的方式 去推这套课程 然后最后也很幸运的在 注音代表处的教育组的牵线之下 找到了国立中正大学 然后在2023年 也就是去年的1到3月的时候 我刚好有两个月的时间 回台湾 一方面书写我的博士论文 另一方面就是做这个project的尝试 然后我们就去做了第一round的 学人的招募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训练 然后跟他们一起设计课程 那最后呢 我们第一次我们只邀请了一位学人下去 主要呢 是在第一波报名的学人里面 我们发现均线 就是历史系的均线 他其实原本就有教学经验 所以蛮适合做一位我们的一个专案的 一个先锋的一个学人 那他设计了一套课程 叫做为什么要考试 宋代的科举制度与影响 那这个课程对于台湾的中学生而言 也是会是有趣的 跟有吸引力的 因为台湾的中学 不管目前的教改再怎么改 还是免不了有不少的考试 考试就是每一天都在进行 那所以均线就帮我们去run了第一套课程 然后也感谢永庆高中的帮忙 然后就是选了一批孩子 跟我们做第一次的尝试 然后也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学期的课程 然后结果看起来还算是蛮正面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学年度又继续推行 然后在已经结束的第一个学期的部分 我们总共放了八位的学人下去 包括两位外籍的 印度籍的学人 然后总共服务了71位的同学 那合作的中学部分 包括嘉义的永庆高中 云林的永年中学 还有古坑的华德福实验中学 然后特别感谢中正大学的 社会责任办公室的行政同仁们 帮我们统筹所有的在地的所有的事情 那在第二年的部分 我主要只有跟他们做后端的行政的会议的讨论 还有支援跟支持国际学人的培训 还有教材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主要都交给中正大学的行政团队处理 那他们在USR部门里面 也是用了一个很在地的名称 叫做在家学习跨代领航学人共学计划 好那这边可以分享几套 这一个年度在中正这边 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 或是内容比较精实的课程 那第一套呢 其实是我们的均线 他其实很有热忱 他又提供了第二套课程 叫做餐桌上的台湾史 近代台湾饮食文化中的族群与变迁 那另外一套呢 是法律系的亭柔 他就是用一个比较 法律白话文的方式 带中学生们认识法律怎么玩 带你跨出第一步 那另外一个呢 是高龄健康还是老年照护 我可能单位有一点记错 这个研究所的显答 那显答就是跟高中生们介绍 在高龄化的社会之下 那对于长者们而言 他你要带他们认识一些数位化的商品 或是一些APP 一些手机 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策略 但是就是用一个专题的包装 然后去把一些研究上的知识 去套入在他课程里面 那另外两位印度籍的学人 他们的内容 其实更加的研究导向 但是这两位学人 我们让他们做一个 外籍的课程的尝试的 主要原因是 他们在台湾都有好几年的居住经验 所以他们对于台湾的同学的 英文程度 是有硬程度的了解 然后而且他们的班级人数 都是三个人左右 所以基本上是有特别挑选过的同学 然后挑选他们的表现跟意愿之后 才去做这样子的尝试 然后这两套课程 我个人都蛮喜欢的 一个是跟癌症 侦测有关的一个影像学的课程 另外一个是跟永续制造有关的 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的课程 好 那最后的部分呢 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观察到了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我们做课程的时候 还有做系统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发问卷给这些孩子 然后有一些 问卷里面会得到一些不错的回馈 然后其中有一个问题是 你对你目前所受的教育 跟教育系统有什么感受 其实普遍上而言 这些云家地区的孩子 他们都知道在整个台湾里面 他们的资源是相对普通的 或是相对落后的 如果你要跟五都的孩子们相比 所以他们其实会有一些 职业上的焦虑 或是对于108克纲的改革上面的焦虑 那其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个 这个人说呢 台湾教育的制度说实在没有很好 108克纲或许不适用我们这一代 大多数人也都还未适应 要学国外的方法 又自己乱改政策 怎么不听国外学生 他们的风气到底是怎么样 这件事情我其实蛮有感触的 就是在我实际上进入英国在地的 非常一般的社区中学服务之前 我对于西方学生的想象 其实就是我在大学看到的一个 BIAS 就是我们在大学看到的大学生或研究生 他们很勇于发问很敢发问 很知道自己想要问什么 很知道自己想学什么 但这件事情是他们表现出来的 fact的事实没有错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去回推背后的脉络 在这里的社会 他大学的升学率大概只有30-40%的时候 这些进入大学的人 大部分真的是蛮知道自己要学什么 才进入大学 但是当我今天进入到一般的中学的时候 面对于很多学习动机普通或是学习动机低的孩子 其实你问他一个问题 他不会不理你 但是他其实很容易没有反应 跟台湾的孩子没有太大的差别 就是你需要透过很大的引导 去慢慢的让他讲出更多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实际上进到非常普通 非常频繁的中学里面看到最不一样 然后算是打破我的对于西方教育的想象的 科板印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好 那我觉得今天时间差不多 今天的分享主要到这边 然后特别谢谢我在Access Tech 跟The Brilliant Card Manager 还有在找合作的老师的时候的 注音代表处的一个帮忙 还有玉林基金会对于这个project 还有我的博士班的学习的一个监督跟支持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就是写信到我的信箱 或是目前中正大学的计划的执行 计划的负责人是詹胜如副校长 也可以写信给他 或是下一个学年会变成 法律系的廖惠文老师 还有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的 呃的李主任 好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掌声再一次 谢谢我们的Fillip的分享 谢谢 谢谢大家 好我们刚刚我们的就是我们的Frank 也是我们的今天的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幕后的工作人员 以及我们的呃伙伴们 所以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Fillip 他今天是起了个大早 就是Brizzin 像我们现在在英国吗 对不对 对啊我还好下午了 哦下午了吗 OK谢谢你 感谢你 感谢你 所以我们现在Q&A 刚刚有Frank就是有说 我们欢迎我们所有的现场的伙伴们 如果有 呃欢迎有一些伙伴要提问的 或者是有些回馈的 或是有一些特别跟你生命经验 有一些些共鸣的地方 我们欢迎大家开启自己的麦克风 跟镜头 跟我们的伙伴提问 然后一个小小的提问 就是一个小小提醒 就是麻烦我们要自我介绍一下 可能我是谁 我现在在哪边 然后就是说 然后跟我们Felix做一下分享 或者是回馈 我们就是open the floor 就是有没有什么伙伴们 在世界各地 有没有什么 要跟我们Felix有回馈的地方 我们欢迎各位老师来提问 哦我们有 我们就请我们的杨老师 OK好 谢谢 我不是说自己的老师啦 因为我刚好 或者是准备要整个准备 但是的确我之前 也跟着台课大约小团队 发展所调整过很多类似的东西 所以我听到之后 真的非常能够感同身受 我刚好想请到一件事情 是您刚刚提到 您是选择嘉义东征大学那边 作为一个starting point 那我会好奇的是 怎么会想要选择嘉义呢 因为第一是您自己的研究本身 是在伦敦嘛 所以是一个比较urban的环境 可是嘉义是比较rural 那怎么会有这样 就是说怎么会想要选择 东征大学的附近 然后第二个是 就算说提到rural好了 可是也有很多的NGO在台湾 他们其实选择东部嘛 或者像大家可能提到 是非三非四 就比较多会投入在这边 那刚刚说 有什么样特别的契机 会想要选择嘉义呢 谢谢 我觉得这个 就是谢谢杨老师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 也非常直接的问题 就是选择哪里作为一个起始点 对于任何一个project 其实都很重要 然后主要的考量有几个 第一个考量是 我自己因为人还会是 暂时目前还会是在伦敦的阶段 所以我会是一个远端支持的部分 所以远端的支持的部分呢 就是我会想要挑一个 在当地会就是 因为这个project是会先找到 合作的大学 然后去做一个推行 然后我会期待是大学端 他的资源的networking会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觉得是 因缘际会之下 当时聊了不少的老师 然后中正的 詹胜如老师那边 他有比较多 他就是可以运用的 一个人脉在地的资源 然后在云家地区的脉络里面 就是云家乡镇市的年收入所得 大部分都是台湾的中段班 或是有一些甚至是中后段班 所以也是一个适合的起始点 然后当然很多台湾的非营利组织 在很多的服务上面 要么是东部地区 要么可能会是西部的话 可能会是云林或是屏东之类 就是需求度比较高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project 主要对应到的是 想要回应高等教育的不平等 所以也是这个原因 我前面有花了一点时间 去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最后是target 大概平均线左右以下的同学 都会列入考量 就是对于这个 回应这个议题而言 他不是真的去 去拉拔最弱势的孩子 就是因为某种程度上 我自己也有一个相信 是真的非常弱势的孩子 应该要给他更不一样的职业选项 就是没有一定得勉强他 一定要进入到大学这个系统 就是我们比较想要扶植的是 中段或是中后段班的孩子 然后去给他们一个想象跟机会 这样子 对原来如此 好谢谢 谢谢我们谢谢杨老师的提问 然后我们在大概现场的时间 是9点58分 然后我们大概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再开放给我们的现场的伙伴 还有没有伙伴 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们直接可以请你开启麦克风跟镜头 跟我们的讲者提问 好我们王老师 王老师请说 哎我不方便开镜头 我可以讲话就好 可以啊可以可以老师你请 老师你请 啊你好你好 其实我是阳明交通大学的大学部的学生 很好谢谢您参加 然后我是啊对对然后我我目前也有在修读那个师资培育课程 所以也是算对教育有兴趣 那其实我是想问讲者就是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在那个 The Brilliant Club的那个英国的那个部分 有提到说哎这些同学他们未来进入到大学之后 会担心说他们可能对大学生活不适应什么的 然后你有提到一个叫做University Supporting System 然后他的统计是说哎 哎学生在大学其实适应上是良好的 那我想知道这个System他是 也是你们这个组织运作的吗 然后他是怎么做一个checking的动作 就他怎么样去扶植这些学生让他们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可能偏向的孩子他就算很有学习的热忱 然后或许他的表现也不错 但是他进到可能比较明星大学或者是比较高分一点的学校 他难免会有点不适应或者是没有没有归属感 那这个部分是怎么解决的这样子 好啊好伯瀚谢谢你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棒很关键 因为这样子这个问题背后的解方才会真正回应到这套系统到底是不是帮助到这些的同学 然后这个简单的答案是细节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一些他们大概运作逻辑 因为毕竟我不是负责这个部门的 然后这个部门呢他们算是他们会跟几个大学去做一个合作 然后大学主要是由大学的人负责 也就是大学的人会收资料给我们组织去做分析 但是主要会是追踪要码是追踪上过我们这些组织的课进来的学生 或是去追踪一起追踪其他相对弱势的地区进来的一个学生 然后主要会有一些支持团体 比如说这些学生有一点像是一些基本的方式 像是归属感的方式 他们就会用一些比如说大家可能会听过原住民州啊什么的这种活动 那他可能是来自哪些地区的同学他们就会定期把他们聚在一起 会让他们增加一些归属感 然后学习支持团体的话也是有一些简单的方式 比如说科系的学长姐就会带你做一些课业的咨询啊 生涯探索的咨询等等 然后比较有一些适应不良的情况的时候 他们就会再找一些心理资商的团队去做介入 但是大部分是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个知识的系统 然后其实应该还算足够这样子 好谢谢谢谢您 然后就是我想给点回归 就是我觉得您刚刚讲的 我觉得我非常认同 就是因为我有认识一些人 就是他们靠着繁星 就是台湾有繁星制度嘛 然后那上了就是比较前段的学校 但是他进到那个学校之后 他就有点忧郁的情形发生 然后最后就退学 所以呃我也认可说 其实呃就是你们组织就是做的事情非常的非常的对 但是我觉得说可能大学端的部分 可能也是要做到这一个呃就是supporting 就是support这些学生他在大学的适应这样 好谢谢 谢谢伯翰 我刚刚有看到好像我们老师有 张老师 张老师有什么可以跟我分享的吗 我这边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借用了 赵元的的这个药元的帐号 是是 我姓宋 宋校长 对宋校长 不好意思 我刚刚很仔细的听了你们的这今天的演讲 我觉得很感动 所以呢我特别要呃讲讲话来谢谢你们 谢谢宋校长 给出一些回应啊 是 然后对你们的这个热忱啊 表达这个赞赏啊 那台湾应该有更多像你们这样的呃年轻的学者啊 不只是关心一般的生涯发展 也关心整个社会的流动 那的确就是说台湾刚刚像这个啊 这个 Philip介绍的那个 Brilliant Club 他扮演的某种程度是台湾的教育部的角色 因为台湾的USR的确是有很多啊 做教育的 特别是偏向教育的 但是呢也是因为他用USR的经费来支援呢 所以呢老师们会比较愿意动得起来了 但是呃我刚刚是不是非常清楚说 刚刚那Philip讲的是不是呃他们的资源 呃如果老师或刚刚讲的博士后的学生或博士生愿意参加的话 是不是有得到什么资源 那台湾的话呢是呃或多或少有一些啦 但是当然也要更多的有热忱的学生 那像台湾大做的就不是只有博士生或寿司生 多数是大学生 那但是呢啊我们做的可能就不是只是一般的短期的啊 像台湾大做的现在在花莲台东做的 我负责的这个patient PASSION的这个他缩写一个acronym啊 那是在长期的全年度的在花莲台东啊 不是说六周或啊六次上课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啊啊 所以这个英国这个组织跟台湾啊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台湾是比较习惯由上和下由政府来主导 那英美都比较愿意主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啊 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啊 台湾大这么多年来做这个不管是一般的教育 或平衡教育也很愿意跟啊 像你们这样的年轻的学者合作 那比如说我刚刚提的PASSION 这个PASSION这个这个Program 他啊目前已经跟啊 除了是政府办支柱的状态下 也跟啊李嘉童先生的这个博佑基金会 还有慈济的基金会 还有张龙发基金会 这几个比较大的基金会大概都合作啊 所以呢我们也推到太北 推到这个啊 现在是设在这个福尔齐的难民学校啊 就是叙利亚的难民学校啊 所以这些啊都啊 还有越南啊也做了一些 那如果啊我们的这些 你们这些年轻学者有兴趣的话 我们是很乐于啊 跟大家一起合作啊 然后看看有什么样的机会 不管是把台湾或者其他啊 国际的这个啊 需要的学生啊能够一起来做啊 那我除了谢谢大家 对于大家刚刚所做的工作表达赞赏 就来我要谢谢那个药员啊 邀请我啊 让我有机会了解啊 我们很多热忱的年轻 您在做些什么啊 谢谢大家啊 谢谢 谢谢宋校长 谢谢 小小辛苦了 谢谢您今天晚上特别播空过来 也聆听我们的讲 这个演讲 谢谢宋校长 今天的特别的晚上 也谢谢福利西 你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也谢谢 就是师大奉效 先面我刚刚也可能感谢 我有po一下 就是我们的台师大的passion的偏向 优质课程 我们的PI 也是我们的宋老师 所以非常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 我们也把它贴到留言区 大家可以分享 如果有兴趣的伙伴 你想要多知道的 也可以跟我们宋老师联络 大家有想要知道 更一些详细的话 都欢迎会后 也跟我们一起交流 这样子 那我们时间来到了10点06分 我们就是 我一个teacher's wait 然后先问一下 不关系 我们谢谢 我看到杨老师 还有我们的郑同学 就是都有很任性的 在我们的留言区 按爱心 按赞 谢谢大家的互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温暖的地方 然后谢谢大家 礼拜六的 不管是早上下午 或者是晚上 拨空来这边 一起都是关心教育的 这一块领域 那再用最后30秒 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回馈 要给我们的Philix呢 我觉得我可以 稍微回馈一下 就是谢谢杨老师 然后因为 就是宋校长 刚才提到的 就是经费的部分 就是我在这边 的经验里面 就是这边是 我们是一个费力组织 然后它比较特别的模式 是有一些学校 是它是整个社区 它都是属于社会经济条件 相对弱势的社区 所以它是透过 它从中央拿到的资源 就是它有一个补助款 然后它透过这个补助款 去找到我们组织 然后把我们 请到这个学校去上课 然后但是又有一些学校 是它直接来注册 然后用我们组织的经费 然后直接给我们薪资 然后下去授课 所以它有点像是 多鬼并行的模式 然后去做一个参与 这样子弹性上比较大 对 然后就是也蛮特别的 谢谢 这样我大概多了解一些 下次再跟您请教 如果有回台湾 有回台湾 你跟那个有机会来 我们请你吃饭 在这边所有的同学都一样 所有的年轻学者都一样 如果你们有来台湾 不要客气 给我知道一下 如果我刚好有空 我们跟你们聊一聊 那学习一下 我不敢谢谢宋老师 宋老师 我们是我们的大先败 谢谢宋老师 特别今天播空来 我们真的很开心 不敢不敢不敢 谢谢 谢谢 所以大家刚刚有听到 我们宋老师很热情 宋老师我刚刚说 如果各位伙伴 不管你是在台湾 你是在欧洲 你是在美国 或者是你在北海加拿大 或在德国其他的地方 或者是你在其他我们的 对于教育有贡献 或者是教育有些目标的 欢迎各位同学 在我们师大的网站 或者是跟我们宋老师联络 其实我们都很 我们的习动 其实很简单 我们真的是希望 用我们的一己之力 然后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这件事情 我们来为我们的下一代 进我们的能力 做一些我们可以做的改变 这是我们真心相信的一件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 对对谢谢 我觉得宋老师也是一个 很好的表率 那我觉得这是 希望大家能够一个 挤起大家的力量 然后如果有问题 或者是我刚好回到台湾 欢迎跟我们的宋老师联络 我相信这是一个 欢迎欢迎 感谢大家 欢迎欢迎 我们一起聊一聊 谢谢 好棒 谢谢宋老师 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各位同学们 我们时间大概来到的 10点9分 今天大家意欧未尽 我们就是也谢谢 各位伙伴们 今天的一些利益 那我们刚好 谢谢我们的Frank 他也有在这边 有一些survey 那今天要跟大家说 是麻烦大家要有一个 填写一下我们的意见表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 宋校长的联络方式呢 我们刚刚我们的伙伴们 也把宋校长的一个 他的网站啊 然后宋校长 他的一个email 都有在上面 如果有任何问题 对于偏向优质教育的 passion计划 或者是对Philips 他在我们的 英国的这一些 还有跟中南大学的互动 有任何问题的 都欢迎跟我们联络 那最后再工商一下 我们萨里巴 还有我们的一个 跟我们的 Folbright的一个 奖学金的资料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跟我们联络 那最后 我们要通国际 我们要接地气 Gloco 要全球在地化 把一些外国学到的东西 接到地气 把它弄为我们 在地脉络 能够执行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希望 能够大家 带给大家一些 我们分享的一些经验 那我们今天再次 借用热烈的掌声 谢谢我们的Folbright 今天在英国 特别跟我们的分享 感谢你的 这些付出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 也谢宋老师 大家辛苦了 谢谢博焊的提问 谢谢杨老师的提问 大家 早安 午安 晚安 那我们下次再会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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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take care 拜拜 thank you everyone 拜拜 谢谢 我们好像还有 Felix Jackie Jack Jack 跟Philips 在线上 还有Jackie跟Philips 在我们的伙伴们 在线上